大家好 16号的时候 台湾成功试飞了叫腾云 台湾的无人机叫腾云 这是中华民国空军在花莲空军基地首次飞行 这次首飞无人机飞行时长 大约是两个小时 腾云无人机由中山国立科技技术研究院研制 现在根据已知的情报 腾云无人机在花莲空军基地转了两圈 然后就成功降落了 我说了时间很短 总长是8米 一展是16米 它的设计的飞行时间是24小时 飞行的距离超过1000公里 那么该模型在台湾国防展TADTE 2015年首次模型展出 那现在是首次试飞 应该是样机已经出来了 大家知道台湾还从美国要购买四架 海上卫士EQ-9MQ-9MQ-9无人机 那这一次台湾自己还造了一个腾云 而且首次试飞在花莲 再联想到这两天在花莲外海 也监测到解放军的军舰 会不会是解放军也在搜 征搜台湾这个腾云无人机的信号 相关的一些情资的征搜 咱们都不得而知 但是台湾现在自己研发这个无人机 真正实力没人知道 它现在也是刚试飞 我把这个试飞的视频放到下方 自己可以看看台湾媒体报道的 这个腾云无人机的试飞 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1000公里只能威胁到大陆福建 所以这种无人机就算台湾大量的生产 能生产几家 现在不得而知 现在刚刚试飞 第一次飞 而且它的载重 其他信息也并没有公布 另外有没有弹 也都未知 从美国要卖给台湾这个MQ-9 就可以看 其实台湾是没有跟MQ-9同一级别的 这个腾云也只能说是近距离的 短距离的这个无人机 不是那种洲际的 或者是可以执行 就是深入敌方纵深进行攻击的 这个无人机 所以这次我觉得没有必要担心 这个无人机可能过不到台海中线 就会被击落 但是也是个新闻 台湾方面也 你从这里可以看 它也在积极的研制自己的无人机 所以我一直在说 就不要以为什么事都对大陆有利 台湾问题不着急解决 以后用钱 咱们有钱了 台湾自然就归附于你了 就统一了 都是幻想 台湾你可以看看 它这个实力 它没有等你 没有等着你 像你说的 以后这个时间在待你 我台湾就不发展了 人家也在动 情况都在变化 千万不要用这种老眼光 死眼光去看一个变换的世界 说未来在你手里 谁说未来在你的手里 未来你可能出点啥事 你就没了 这都有可能 未来怎么在你手里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中国人千万不要被那帮人忽悠 告诉你 台湾问题不着急解决 就是因为中国有了大量的这些人 所以台湾问题才变成一个 全耳未觉的问题 一直拖着 有些人也问 什么时候解决 那你告诉我 等那些人全死绝了 台湾问题 就这帮核统派 都销声匿迹了 都变成臭狗屎了 武统派占上风了 我觉得台湾问题就能快速解决 现在国内大量充斥这帮核统派 把这个未来想的可好了 哎呀台湾哪不用想人家台湾是跟大陆的武力差距是越来大 是那样吗 台湾也在不断的强化自己的国力强化自己的战力 有些东西人家不往外说不往外报 你自己觉得你啊 你水平比别比他高 但是未来的战争还如果你还想登岛的话 还是要使用武力 越往后人家使用武力的暴力程度越高 越科技越高科技 甚至后面美国可能给他一些高科技 那你怎么样 你越往后你损失不越大吗 越早解决台湾问题才是正道 现在国内啊 就是被这帮忽悠的 这帮核统派忽悠的不行了 我这个武统啊 我说尽快武统 反而有些人攻击我 有些人嘲讽我 什么时候武统啊 说说啊什么武统 我说你们死绝了 等你们这帮核统派都死绝了 中国大陆真正理解了 武统越早越好 我觉得这武统也就到来了